哈啰,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已经很久没有录视频了 这一期视频的重点就是 我妹妹在我 我和我的妹妹刚刚就是 坐完那运动 我们现在要去一些地方 我要claim我的那个 拿财的那个网车 然后她要去那个start up 然后 这是 30 然后这是她第一次 呃,这辆车载我 再走前一点,再走前一点 有个人要不要 啊,在下面哪,这里这里 她刚刚有一个很鄙视的眼神望着我 她就讲,我这个你讲了我会驾车 我之前在她去运动的时候 她就这边点点不出声讲她会驾车 现在她就跟我讲,我已经讲完了我会驾车 然后,比较搞笑的一件事情 就是,她之前自己跟人家这辆车的时候 她把那个 我不会去我家里去 她就把那个 你也不知道会出这里来 你走这里了 你走这里了 然后她就把那个座椅挑高了 然后,当我驾车车的时候就觉得 嗯,为什么那个座椅好像跳高了很多 因为我的妹妹爱过我 她爱过我 有看我之前影片都知道她就是爱过我 然后 等一下 哦,你要去前面了 好吧 然后,她就是把座椅挑高了 坐的时候就有一张感觉 为什么突然这样高了 我的视线 还有我的 就是 放到很远去 然后我的那个头 差不多要到那个 车顶了 然后,到我跟我妈妈说的时候 我妈妈就讲 哪里有 是你的错觉是吗 有车小心点啊 哪里有 是你的错觉是吗 妹妹哪里会调的 我都没有叫过她 然后,今天呢 我问她的时候就讲 对啊 我已经调高了啊 那明明是妈咪 叫我调的吗 那些车神 驾车的技术 然后,刚刚呢 本来的Petronas 这里的出口呢 是可以出来的 就如果你不要收 我通常也是从这里出来 可是如果 新手驾车的话呢 它就直接 前面那个 让Opa van转一圈 这里这里 这里 嗯 DASIK 今天是星期五 也是一个公共假情 所以就觉得我车 比较多 嗯 好像 回来的人也比较多 基本上那些火车票 我觉得你的线是Bug不对了 然后 不听错了 你看后面有没有车啊 然后 你Bug车之前 你也要打signal啊 你不打signal 等一下人家不知道 你 你不用 人家管 你要打signal 你 你不是好像是 你就是已经是在两条线中间了 就是你已经 罢了人家的两个 Petronas 位置了 你在吞后鞋 你越走越前 你明明本来要Bug 第四格了 你就跑去Bug第三格 然后第三格跟第四格 你罢了 然后你又去Bug第二格 然后你在这里 你可以开始打 打转了 我叫你打signal啊 我叫你打signal啊 我们呢 现在要去 Starbucks 这位小姐不知道要买什么 所以就 先去Starbucks 因为我的 那个黑金奶茶 它店比较远一点 在那边 不开 打就是什么 打听 你不打听 就能打电话 你不打啊 我真的想说 你会打了 你不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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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了 你不打电话 你不打电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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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边吃饭 其实人家 不可多人家咯 然后我们一进去 后来就不离过了很多人 所以这一期的视频 就写到这边 我会尽量想看看 要出什么样的题材 给大家 或者是什么样的主题 如果 看你想要什么主题的话 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 建议建议看 拜拜